中国邮政到底有多损 因为叫刘柯的网友曾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奇葩经历 在他上大学连挂斯科的那一年 故意在学校往家里寄成绩单时耍了个心眼 给出的收件地址是全家20多年前就已经搬离的地方 对于邮递员来说 唯一可靠的信息就只有刘柯这两个字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邮政愣是凭借这个古老模糊的地址 把四门不及格的成绩单还真给损到了家 经事后了解 邮递员大哥的一通操作堪称地表最强情报王 大家好我是原在 现实确认到这个地址是个历史名词 再查到这里曾经是市百货公司的家属院 这个人应该和百货公司有关系 果然又查到 这个叫刘柯的是某任经理的孙子 在尝试联系无果后 又查到这货还是某一任副经理的外孙 可是这两位百货公司的前首脑已经下野多年 按理说调查到这里 邮递员小哥随时可以结案 直接宣布地址无效 查无此人 把信件原路退回去 这也是刘柯料好的故事结局 但是这可是中国邮政 千万不要低估任何一个邮递员的职业素养 接着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居然从万千在职职工里 一个一个的找到了刘柯的亲娘舅 各位可以把专业打在公品上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隆重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百货大楼的门前 大伙好奇地围着一封从象牙塔寄来的家书 缓缓打开里面净示 前经理之孙 前副经理外孙 四门挂科者刘柯 这种弄巧成拙把坏消息歪打正着的事情 绝非孤立 还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友说 上大一时没好好学 结果一连挂了三颗 在辅导员发预警通知给家长时 故意写上了隔壁村的地址 连手机号也是现编的 结果不出所料 邮政的大叔硬是挨家挨户问 终究还是送到了郑主家 像这样只要给出地址和收件人 哪怕信息都是过期的 还一定能保证完美送达 在当今的快递行业 除了中国邮政 大概就只剩下东风快递了吧 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不要这样 折腾邮政的工作人员了 毕竟邮地缘的工作是送信 又不是宣传 像这样弄得十里八村 都知道你挂了磕 实在没那个必要 要说被大火污汇最深的企业 那绝对是中国邮政 1997年邮政巨亏179亿人民币 成为了当年亏损最多的国企 但从没见过谁说过邮政要量的鬼话 可奇怪的是 到了2021年 这个营收超过7000亿 利润达到惊人的770亿 在世界500强里排第74的邮政巨兽 却开始在网上 被人质疑那么烂 他为什么还不凉 拜托 见过欺负少年穷的 可没见过少年都富可敌国了 还来吹唆呐的 真实的中国邮政 即便是放眼全球 无论是在营收上 还是在体量和利润上 都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 排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西洋企业背后的 可都是一众的老牌猎强啊 无论从哪个数据 维度看上去 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央企 中国邮政不仅不会凉 而且还是地球上 活得最滋润的国家邮政 那么问题也来了 中国邮政是怎么做到 在看着惨兮兮的同时 身家轻松过百亿的呢 关于邮政经分的问题 袁仔以为 主要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家平时眼里 送报地信的邮政 只是邮政帝国的一小部分 确效好是亏损最大的板块 均不见 邮储银行多赚钱呢 二是因为在这个工业化 城镇化的历史潮流中 邮政一直都在逆流而行 坚持农村包围城市 作为目前全国下沉 最彻底的大型企业 中国邮政是唯一一家 网点覆盖所有乡镇的央企 在全国建立了 超过5.4万个服务网点 而这其中有七成 都分布在了路远见少的乡村 邮政在今天 也许并不是最好的快递工资 但只要他在 整个基地行业 就有了标杆和底线 曾经有位网名马优的网友吐槽 说自己网购的西纤苹果 发的邮政 结果在路上百转千回 经历了整整15天的重重磨难 才到自己手中 打开箱子一看 苹果都烂成泥了 气到不行赶紧发个微博 把邮政投递各个环节的部门 都挨个问候了个遍 坐等答复 可继练是话题上了热搜 但等和郑哥都赶来看热闹 邮政依然稳如泰山 没有任何回应 对于自己的慢 似乎根本不屑于反驳 眼看邮政黑料实锤 可来自商家的一番回复 让整个剧情 出现了180度大反转 店家说自己距离 最近的县城有140公里 路远加上出货量小 三通一达这些快递公司 没有一家愿意和自己合作的 除了中国邮政 邮政的小哥 虽然隔三差五 得骑上两个小时的车才来一趟 但多亏了他能来收获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 而这次烂果事件是个意外 不能怪邮政 店家怕短斤两就多给了一斤 结果导致超重 之后就一直在做周转 原本以为的中国邮政黑料 在了解真相后才发现 似乎是一种形式狠心的 国企公益广告 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 之前老袁我出过两期 关于邮政的视频 还一度登上了热榜 没想到 这净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我要出书了 视频播出之后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赵轩老师 通过私信找到我 身为邮三代的他 在看完视频后非常感动 希望可以把邮逸趣使 用原载标志性的幽默风格 给讲述出来 并以纸之书的形式出版 我的天哪 虽然我从不喝鸡汤 但那句你至关努力 其他的交给天意 的确有他的道理 从来没有接触过出版的 我在赵老师全程给予的 各种帮助下 终于把杂乱无章的想法 收敛成了清晰可读的文本 经过一年半的筹备和打磨后 这本《中国游艺》 与邮政趣使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为了让这本书的内容更加生动 我们还特地请来了 蒙古族绘画艺术家包序老师 加入主创团队 为整本书的文字 配上了精美的纯手绘插图 这本书讲述了 从原始人类历朝历代 一直到今天的游艺发展监视 堪称中国游政的族谱 语言风格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老原科普风 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 让读者收获更多的信息量 包序老师在绘画上 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细节爆炸 比如在《伟大的思路》这一节 虽然文字中未曾提及 但在插图的马车上 会看到被小心翼翼 写上胡椒 大蒜石榴的货物 这些今天常见的物品 正是在那时候 由思路引进而来 虽然整本书的画风并非写实 但在商周军情加密书一节 描绘江子牙的音符和音书时 还是不遗余力地 做到了对食物的高度还原 当写到1972年 考古人员在嘉育关 发现中国最早的快递小哥 未尽一时画像砖时 包序的绘图就让这个单手持江 高举文书的游地员 一下子活了起来 从玄泉制到游艺令 从元代战翅到清朝大龙游票 再到我们今天最低调的央起居无霸 这本书通过游政这个独特的视角 将中华大地上 数千年的历史串联了起来 从游政跌宕起伏的周期里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时代的兴衰 《通过游政看中国》 是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文案时 不断提醒自己的要点 也因此将很多历史趣闻和典故 都融进了内容中 增加知识密度 力图可以给大家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毕竟以前的车马可并不慢 古代快递足以颠覆你的想象力 也在此将这本细节考究 有趣有料的游政科普绘本 推荐给屏幕前的你 希望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乐趣